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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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了四年 结果就是没有达成 而且弄了一身伤 然后弄到自己都觉得自己有忧郁症 那时候很想休息 不想练了 反正四年我已经努力过了 就这样就好了 可以开始工作了 因为这四年都在国外 也没有办法交女朋友 然后也没有办法跟朋友相处 然后家人一年看到 看到我没几次 我觉得那就算了啦 就这样就好了 至少我曾经努力过了 我会比很多人幸运的 回到台湾 见到朋友 见到家人 他们会觉得 看到我很开心 运气比较好 我认识现在的经纪人 我在训练上 我在比赛上 遇到很多困难的时候 他们不会给我压力 希望我可以放轻松 好好的发挥 达到我自己的要求 好好的去追求梦想 努力的帮我找资源 然后帮我处理厂商那边的事情 然后无后顾只有 职业运动员来讲 压力都会蛮大 这五年 因为他不断地在训练跟比赛 国内外这样跑来跑去 在面对比赛的心理素质 也是有进步的 一直在注意在痛苦的事情上 你会越来越缺步 会觉得我每跨一步都很辛苦 不如就休息了 那种放弃的念头会出现 那就转练一下看看 挑战别的梦想 所以我现在正在准备的 夏威夷的超级铁人赛 终于来到Kona 在骑在这个有名的Queen K上面 风好大 车好多 再过几天就要比赛啦 期待期待期待 一切都要稳稳的 不要嗨过头爆炸 稳稳的稳稳的 阿罗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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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Tomb 阿罗哈 意志力 是可以磨練的 在一次一次的訓練中 就會不斷的雷進的意志力 我一直覺得自己可以克服這件困難 強迫自己 必須要把這個賽事做好 強迫自己 在一次一次的訓練中 我还是希望可以继续走职业选手这条路 希望可以继续的训练跟比赛 因为我一直觉得我自己的状态还没有到达最颠峰 只要有机会我还是想挑战看看 顺利跑完进终点我一定会流眼泪 这个是梦寐以求的时刻 不管时间多久只要能够顺利完成 一定会流眼泪 先变三杯到台湾 先祝位 我就是想要做一件很不一样的事情 我想要做一件大家都觉得不可能可以达到的事情 我就是想要做一件事 我 друз在做一件事 即是在那里也会用大